山寨探案實錄 部份證供誇張失實 不可信 3之2 警方和戴志偉和歐玉山 分別進行警戒錄影會面 戴志説 2010年11月30日 卡太卡要求回家鄉自動請辭 簽奉辭職信 警員問戴志偉 卡太卡辭職後 是不是已經離開了泰湖花園 是有沒有到過泰康豪園 戴志保持監默拒絕回答 許強否認欠身 聲稱卡太卡有簽收 現在日本屋又沒有收據 卡太卡每個禮拜都有一天假期 護照由自己保管 戴志承認沒有將門時交給卡太卡 戴志說門時一般都是隨意放的 戴志是否認聘用卡太卡期間 他或者他的家人用任何方式 襲擊或者禁錮卡太卡 戴志是承認泰湖花園樓下 有用單車鏈鎖住的單車 但從來都不會將單車鏈放在屋裏面 歐玉珊在警戒錄影會面說 每個月會用現金方式 向卡太卡支付3570元的薪金 有給假期的 護照由卡太卡自己保管 歐玉珊說 卡太卡選擇不放假 他會以身代價 計算錢 我未給300至400元一日 我都不清楚 大概是這樣的價錢 在昌雲中心那一陣 發人卡太卡偷錢 在泰湖花園再發營一次 適合帶120元 他發出由戴志為讚惜英文警告信 卡太卡承認偷錢一陣 跪低求情 說媽媽患有癌病 2010年10月 卡太卡想持職 一日臨近搬遷 他要求卡太卡繼續工作 歐玉珊聲稱 搬到泰湖花園後 大約3至4個月 發現卡太卡有頭塞 他剪了一次頭髮 2012年4月期間 卡太卡聲稱 掛念母親的病 將頭撞在牆上 在廚房拿了一把山果刀 割傷自己的左手 為怕卡太卡會自我傷害 用屬帶綁住他 但冷靜後才鬆綁 2012年7月 卡太卡若門的陣 母族約 歐玉珊解釋 是一日忙於搬遷 歐玉珊否認 他或者家人 曾經用任何方式 襲擊或者禁錮卡太卡 承認在泰湖花園住了一陣 會用單車鏈鎖住住所樓下的單車 2012年10月5日 卡太交向勞資審財署提出新冊 向歐玉珊追討 2010年7月12日 到2012年10月9日 代通資金 欠薪 休息日補薪 有薪年假 有薪假期 機票 回向津貼 遣散費等等 2013年3月1日 勞資審財署 命令歐玉珊在承認教育之下 輸入支付有薪年假 機票和回向津貼 一共4449.38元 剩下身殺 無限期押後 歐玉珊和大志偉 被羅漢控以九項罪名 歐玉珊 襲擊他人至造成身體傷害 控罪1 用衣架襲擊 有意圖對他人身體 加上嚴重傷害 控罪4 用烏斗傷害 控罪9 用單車鏈傷害 傷人 控罪5 推向浴缸 被狼撞到水龍頭 有意圖而傷人 控罪6 以戒刀傷人 大志偉 有意圖對他人身體 加上嚴重傷害 控罪2 以單車鏈傷害 襲擊他人至造成身體傷害罪 控罪7 以拳頭傷害 歐玉珊 大志偉 襲擊他人造成身體傷害罪 控罪3 以孩傷害 非法禁錮 控罪8 被困綁 困禁 裏面 2010年7月到2012年10月9日期間 多次襲擊卡契卡 導致身體受到多次傷害 卡提卡曾經被加速帶困綁 大志偉 和163否認全部控罪 卡提卡暫時住在印尼駐港總理事館 直到案件審結 控罪陳述案情指 2010年10月1日到2012年9月28日 大志偉和歐玉珊在不同日子 在泰湖花園分別由衣架 戒刀 抗斗 鞋 單車鏈 襲擊卡提卡 即控罪1至6和9 2012年10月9日 大志偉在泰鏗豪園 揮拳襲擊卡提卡的左邊嘴角 即控罪7 2012年6月27日到71日 大志一家人外遊期間 在泰湖花園禁固卡提卡 沒有提供任何食物和水 控罪8 2013年8月28日 卡提卡接受便康盆問 平常播出大埔泰鏗豪園 三段閉路電視片段 拍到卡提卡 歐玉珊和她弟弟一起愛出 卡提卡幫歐玉珊拿著摺桌和雜物 辯方質疑卡提卡是有機會離開的 卡提卡承認可以離開 但最終都沒有走到 另一片段顯示 卡提卡逃走當天 背著背包走的 辯方說當時有拿化妝品和私人物品 反駁卡提卡聲稱 歐玉珊丟了全部個人物品 卡提卡全部否認 說當時太肚餓 不敢拿歐玉珊屋起雪櫃的食物 背包裏裝的是 垃圾桶撿回來的雪糕台飲品 辯方說 卡提卡去年12月 日品勞資審裁處 控過歐玉珊 追到欠薪和其他雜貌費用 一共38000元 當中8萬多元 是水拖欠的薪金 歐玉珊只是同意支付合約研結之後 乘飛機回印尼的機票 食宿費和有薪假期薪金 總共4400多元 今年3月 勞資審裁處下令 歐玉珊雖然支付這筆款項 卡提卡堅稱 被欠薪兩年 肯然期望 透過這次刑事檢控 並聚之後 追回薪金 避錢回鄉下楊家 大正和歐玉珊選擇不出庭作弓 傳召兩個便方證人 8月29日 第一便方證人江雲峰 他是大埔新世紀洗衣店的老闆 沒有任何刑事定罪記錄 歐玉珊公稱 2011年期間 大正和歐玉珊 光顧洗衣店大兩至三次 卡提卡曾經一個人 去洗衣店拿衣服一至兩次 第二便方證人文建華 是現役警員 服務警戒大二十年 文建華叔叔是太行豪然業主 他住在太行豪然25號單位 是戴智偉和歐玉珊的鄰居 帶著一家人搬到太行豪然那一陣 他曾經見到卡提卡幫手 記得他速短化 依照學生 外表沒有任何異樣 8月30日 碰面雙方在區域法院 結案陳詞 便方就說 卡提卡的證供屬於天方夜譚 有為常理 歐玉珊每個人大約15次 和卡提卡一起出去買東西 地點包括人流密集的街市 2012年9月份 歐玉珊帶小女兒去診所看病 求診期間 卡提卡在診診室外面大堂等候 便方就說 按法兩年之間 卡提卡有達到350次逃走機會 他沒有逃走到 盡勞知審財署追討超過11萬的獻心 這宗案是另有目的 便方舉例說 如果流浪貓狗被人收養之後遭到虐待 那貓狗之後會不會善待主人呢 法官質疑 便方不應該用貓狗作為比喻 案件後到9月18日裁決 大志偉和歐玉珊繼續獲盡保釋 歐玉珊主動求助社會福利署 安排照顧三個年有子女 9月18日 區域法院站位法官蘇惠德 做了裁決時說 卡提卡每次外出 歐玉珊都在身邊 他嘗試逃走但就不敢 有一次一同鄉見到卡提卡的處境 對他愛莫能作 卡提卡說 經常都受到恐嚇 好害怕僱主 僱主發現他曾經和別人講話 回家再打他 大志有沒有拖欠全部薪金 卡提卡沒有把握機會逃走的真正原因 法官並不肯定 勞資審財署申索表格上所示 卡提卡可能收過部分薪金一萬元 密密忍受長達兩年暴力對待 法官不再揣測 卡提卡所講 遭到禁錮和肉袋的情況 部分證供誇張失實是不可信的 當部分證供不可信那一陣 會令人懷疑其餘證供的可信性 裁定卡提卡日常的待遇 例如衣著、膠袋衣 衣料片、食鹽、飲廁水、洗澡和禁錮 5日的證供 傳屬誇張失實 有為常理 欠說服力 案裏最有力的證據是 傷勢 或以證供支持 卡提卡曾經被索帶捆綁 傷勢是卡提卡在10月9日 離開太行洪延前 受僱期間出現的 卡提卡的傷勢 一定不是自殘造成的 一定是戴智偉和歐玉山 用不同物件和手法襲擊所致 卡提卡這方面的證供 是可信和可靠的 戴智經過審訊之後 裁定控罪2、控罪7 罪名成立 歐玉山經過審訊之後 裁定控罪13、控罪49、控罪56 罪名成立 蘇維德判刑那時說 這單案涉及控罪 都沒有量刑指引 每宗案件犯案手法 背景都不同 卡提卡印尼籍家庭容工 受僱期間被僱主暴力對待 兩個被告人並不是偶一為之 而是反覆和持續 用不同手段傷害卡提卡 嚴重違反誠訊 承接很嚴重 兩個被告長時間用暴力對待容工 嚴重影響香港安全工作地位的聲譽 法庭有責任向社會發出明確信息 任何僱員 不論各籍工種 均受到法律保護 刑罰必須具有阻壓性 歐玉珊在案裏主導角色 用烏斗和戒刀傷害卡提卡 令到右邊臉、手肘、腰肩 到現在還可見到的可報罷行 行為殘忍和惡毒 總刑期五年半 帶著參與程度比較歐玉珊低 可惜沒有阻止妻子惡行 總刑期三年三個月 2013年9月19日 卡提卡印尼駐管總領事館的職員陪同 會見記者強調句句所言屬實 會在領事館協助之下追討賠償 一心希望回回家鄉 泰坑豪營業主民先生向傳媒投訴 大致每個月都遲交租 2013年8月開始欠租 大致入之前沒有交回單位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收到 2014年5月20日 武平律師代表歐玉珊 被控在2010年7月到2012年7月期間 拖驗卡提卡每個月3580萬人工 一共8萬6千元 案件在沙田法院開審 卡提卡續說 第一次來香港工作 由歐玉珊聘用 簽約兩年 抵達大埔昌運中心之後 僱傭合約和護照全部被人收起了 歐玉珊不提及發新方式 工作兩年以來沒有收過一分一毫的薪金 兩年合約滿了之後 繼續工作到2012年10月9日 那天帶智慧打他 他一天害怕 陳大衛沒有人的時候 鬆綁逃走 事後去報警 秦勞之審財署 追到欠生和有薪假期等等